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他的历史非常丰富 除了两届美国的美国总统 和很多别的私行将军 和别的出名的人物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西点军校的历史一样辉煌 这可能就是你决定去西点军校的原因之一 那么除了西点军校 你还得到过其他的大学的录取吗 我也得到了很多别的大学的对我很感兴趣的信 和像陆许我去他大学 比如说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还有波朗大学 还有乔治堂大学 我对这些大学都很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最终 最我要选择的大学还是西点军校 好 谢谢David 那David 今年西点军校除了录取你一个华裔学生以外 还有其他的华裔学生吗 西点军校一般每年录取5%的华裔学生 所以4000学生里边几乎有100个学生是华裔学生 那恭喜你啊 那我们现在谈一下你在 Randolph-Macon高中的一些学习和生活情况吧 我听说这是一家私立学校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在这家学校的一些学习情况吗 Randolph-Macon Academy是在弗吉尼亚的一所私立学校 它是美国空军力班的私立学校 有很多我的同学都去上了西点空军学院 我这个学校是个寄宿学校 所以我在学校一周七天 五天住在学校两天回家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的 我初中就在 Randolph-Macon Academy上学的 因为妈妈当时想让我继续更加的努力学习 然后不要别的东西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你当时刚刚11岁的时候会不会很想家 我当时是很想家 但是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我知道妈妈当时做的这些决定都是为了我的前途而着想 那你讲一下你在这个学校的一个typical day是怎么度过的 我一般的一天是早上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需要五点半起来去体外训练 但是平时是六点半起床 六点半起床七点四十五分去吃早饭 然后呢七点三十分去吃早饭 然后七点四十五分我们要集合升级净礼 然后呢八点钟学校开始 然后呢一直上课上到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吃午饭 下午一点半继续上课 然后呢三点半左右有体育训练 然后晚上一般十一二点睡觉 如果没有很多很多作业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一天过下来真的很累 而且很快 那你如果是和其他的学生进其他的普通的高中或者初中相比 你觉得在这种学校你得到的更多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纪律和很多的structure 这个学校如果你要进的话你要考SAT吗 你的SAT考高分 需要考SSAT或者PSAT 我PSAT考22分 然后呢SSAT考了2200分 那么这个学校你除了读其他的课程以外 就是和其他的学生在普通的高中或者初中学的课程一样 你还会读一些军事的课程吗 有我们每一年必须要读一门空军课程 关于空军律史和飞行 我自己现在得到了我的学生的飞行驾照 就是通过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拥有两架私人飞机和他自己的机场 所以我对飞行也是非常拥有私人的自己的兴趣 所以你现在可以自己开飞机 对 我可以自己开飞机 然后飞到我飞到马拉雷兰的机场 别的一些机场 我很感兴趣你多久开一次飞机啊 我一个星期一般飞三次 一次飞一两个小时 很有意思 那我听说你对体育各种体育项目都很感兴趣 能够谈一下你的football team吗 对 我是我football team的队长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冬天是游泳或者摔跤 我今年开始的摔跤 去年开始摔跤 然后呢 春天我是跑步 那你的经历真的很 非常的充分 那你会还会参加一些那些student government的一些活动吗 对 我是我的班的class president 然后我还是我的national honor society president 所以我对这些别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参与的 那我在想 你参加过这么多的课外活动 会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 没有 我觉得学习的时候 学习 参加别的项目的时候 参加别的项目 但是学习还是 就所有的东西里边学习还是最重要的 那么采访到这里 我看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华裔的孩子 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未来的梦想和打算是什么吗 我以后打算先西点军校毕业先服役五至六年 然后我想参加政治在华府华业里边为华人争光 那你为什么特别对政治感兴趣呢 因为我觉得作为政治家是为人民服务 而且为人民着想 我可以用我的权力和我的能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生活 非常好的梦想 我们希望你的梦想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实现 谢谢 这位我知道你平时业余的兴趣爱好是很广的 那么请你跟我们谈一下你的兴趣爱好好吗 可以 我非常喜欢下国际象棋 我也喜欢弹钢琴 我钢琴弹到十级 然后呢 因为高中的作业特别的多 我也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练琴了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 因为我觉得高尔夫球是个非常 非常慢而且休闲的一个体育运动 我听说有一天你可能会去参军上战场 你会不会想过妈妈会担心你 我觉得担心是有的 但是像做任何一个样的为别人服务的 为国家服务的工作都是有一定危险的 但是我对战场上的危险不是非常担心 那你会不会想过妈妈会担心你 我觉得每一个战场上的孩子的妈父母都会担心 但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和国家的利益 一定的危险是要承受的 David 作为一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你会不会觉得一个单亲孩子 这样对你的成长会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我亲身体验没有什么态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对我非常保护的非常好 她的烦恼和痛苦一般都没有告诉我和我的妹妹 那都是非常努力的告诉我要怎么样的好好学习 怎么样作为一个成功的人 把这些小的事情不要放在眼里 一定要把大的目标放在远处 然后继续前进 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妈妈 对非常好的妈妈 David你可以谈谈你最崇拜的人是谁吗 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英语老师和橄榄球教练 他又是我的橄榄球教练 又是我的英语老师 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是一个不太有理想的孩子 而且我的学习还是挺一般的 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运动 是他在他的引导下和他的动力下 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理想和非常有动力的孩子 而且他教了我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男孩子 好的David我们的采访将要结束了 那可不可以你和你的同龄人说几句话呢 哦可以 我就想说在外面的跟我一个年龄的同学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然后呢不要为了不要忘了在你成长中对你有帮助的人感恩 我觉得感恩是非常重要的 在对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有好的品德的人感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感恩市长感恩家长感恩社会给我们的机会 好了本期的聚焦华府节目就到这里 让我们再次感谢李大卫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 希望他能够成为华人孩子的典范 追逐他的梦想将来成为一位成功的华人 华府华语记者谢征为您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